中国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23号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第一次的10公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 标志着相关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23号下午三台可变动力的易仰甲烷发动机点火 将火箭推升至大约12公里的高度 随后发动机调节推力火箭受控下降并稳稳地降落在回收场平 实现定点垂直软着陆 这次的试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 也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深度变推易仰甲烷发动机 在10公里级返回飞行中的第一次应用 为2025年实现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首飞 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后续研发团队还有70公里级的垂直起降试验 加速推动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研发工作